謝謝 謝謝 至于两岸之间的僵局 那是在政府机关部门里边 他们所形成的态势 可是我们要突破这种僵局 就一个政党 他也必须要尽这份的力量 所以直接的沟通 直接的这种对谈 事实上已经是一种突破僵局的一种作为 那么由于这个郭胜豪 他已经去母国参选 那么母亲两党现在 所谓三制 就是跟香港那一制不一样 比香港那一制更宽松 更优惠一点 至于宽松到什么程度 优惠到什么程度 咱们坐下来谈 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很清楚 对台湾人民有一个交代 然后民进党要去扭曲 就扭不过来了 这样的话 是有利于海峡两岸统一的 我们坚持呢 不管是香港 澳门和台湾 他们将来实行 在同一以后 就能来实行 他们原来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尽管他们之间 这种制度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我们另外呢 还是呢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所以我们不赞成 一国三制 这样的提法 而且人是交换意见 这一点来讲的 那应该是中国叶不忍考 在自己的 gust温 他们现在就有叶不忍耻